《香港政壇風雲》 主持 塔哥 蘇浩 回到塔哥 我們很常見的一件事是不記得節目名字 因為如果比較長的話 《政壇風雲6G》 《政壇風雲》 《政壇風雲》 《政壇風雲之》 議員列主 不用列列多一次 我覺得這個是很乖 我都說我旁邊錄了五十多集節目 我都不記得節目名字是甚麼 或者我和我的partner都不記得節目名字是甚麼 所以是很合理的 其實我們上集就講到這個動文 起初我原本想是每一個議員講一集 現在我發覺可能只是動文都要講四集 起碼 是很糟糕 因為你慢慢講 你會記憶很多記憶 就會發覺其實是需要講的 我們上次就講到 《毓民》為甚麼參選 跟著參選之後 一個很大的改變就是這個抗爭 甚至我不知道 社民年那句沒有抗爭 乃有改變 是甚麼時候開始出現的呢 應該就是 早黨那一刻就已經有了 其實它是對現了這個承諾 真的有抗爭 還有改變了整件事 好不好就 雖然好不好就另外一件事 起碼它是改變了 好 我們上次就講到這個釘招 接二連三是一直一直嘗試去踩界的 下一個我記得就是這個粗口事件 粗口事件其實就是 因為他們很看不起 那個議事規則就說 不可以講粗言畏語 好似 那他們就把那個扑街 就融入去那個眼光池 那當時的立法會主席就是 曾鈺成 就不讓他們講扑街 接著他們就講附街 就是總之一直在花很多時間去爭論 究竟扑街是可不可以講的 然後呢 他們就開始發覺 即是或者抑文開始察覺到 咦已經去到盡頭了 因為呢 相比定招 那些人還覺得 起碼你都是爭取社會公義 但是你說扑街還是不扑街 就純粹是玩這個語言技術 或者文字遊戲 那些人就開始很 即是再加上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其實很多那些溫和派的人 都是對這些事情很反感的 是 他們是不喜歡議會有些髒東西 你扔招就扔一次而已 如果你每一次的發言都有扑街 或者其他粗言威議 那他們就更加大反撲 那所以我記得就是這個扑街事件 玩了一輪之後呢 就沒有再玩了 而且對議會也有些影響的 他後來就有一個叫做議會 非議會用語 應該是 非議會用語的所謂詞典 那樣的東西 但是他其實沒有列完所有詞 都是不可能的 是 但是他講到明顯粗口 那些東西 不是議會的用語 他沒有說粗口 他說只不過議會不可以用的 是 其實是 不過這是之後才會再禁制 不過其實 他起碼都打破了一些禁忌 將這些 我們在網絡的用語 或者網絡很流行的一些說法 就把它套進去 但是其實 你想想 那個禁忌 其實當時很多人 都會是第一次覺得 有一種叫做什麼呢 一種叫做打擊 對於有些激進年輕人 或者那些觀眾 原來議會就是這麼不堪的 不是這樣的嗎 說一些東西去罵你們 用我們市民的用語去罵你們 為什麼你們會覺得這麼大反彈 但是同樣 社民連當時我都說了 起碼有兩批人 我經常都會用一個這樣的比喻 因為社民連也會自稱丐幫 其實裡面有烏意派和靜意派 其實當時 蕭先生就是靜意派 你可以這樣定義 他那幫客人也是 你幻想到那些客人 可能就像于非那些 思思文文那些 我不是說于非不喜歡粗口 但是有一幫人 是比較像你所說的 中產、溫和那些 就是由陳偉業 或者一些不滿民主黨的人 就過來 沒錯 於是那些人 都開始有一種抗拒反彈 其實當時都走了一些人 對於 有些人就好像剛才我想說 夏朝鮮事件 是不是這個時候發生的 夏朝鮮事件應該是去到中段 去到中段 去到中段 OK 但是這個時候初段 就已經可以先走了 對 有些人真的覺得 嘩 你說髒話真的不行 很危險的 你在網台上說 整班困仔 整班困仔 有些困仔 因為選舉的動員模式 當時你想想 聽網台的聽眾 其實核心的 可能只有萬來兩萬人 去到真的動員到人投票 往往就是這萬來兩萬人 身邊的朋友 家人 有些人會覺得被欺騙 你原來叫我支持一個人 是會說髒話的 我以為他會激 我不知道他去到議會 大家應該正經討論 但是這個也是 開了潘朵拉盒子 原來激進 或者說這些用語 往後去到什麼 鴨利洲口音 很後期 但是你想想 旭敏那時候說這件事 其實大家會 有個想法 原來議會都可以 嘗試說這些東西 反而反過來看 開創的一些東西 開創的東西 已經踩到最後盡頭 開始縮回頭 不是的 我們覺得應該還有很多事情要玩 起碼對於想玩的人 有些人走了就沒辦法 但是有些人覺得 是不是應該還有其他禁忌可以嘗試呢 這個就是買下了一個 總之就是 毋敏他往後 他還有什麼可以試呢 其實去到之後 去到議會 去到最後的時候 他都有困局的 我試了這件事 又試了那件事 我之後還有什麼可以試呢 再試就可能坐牢了 所以他往後做到議員 去到中期成就說 我一定在坐牢了 一定被人拘捕了 OK 這個都是他自己要想的困局 那在社民年的時代 你覺得有什麼議案 有什麼值得說呢 去到五區公投之前 其實真的 我想都沒有的 其實都是面對鄭經翰的問題 就是你發覺 就算有三個人 其實影響也不是很大 其實你看回當初 社民連都有很多的議案 是跟泛民不同的 我印象很深 譬如第一個就是 這個 強積金的上限提升 其實包括李卓人 他都覺得沒有問題 對呀 你打工仔多些 強積金就對你退休好 其實我記得 唯一只有四個人 是投反對票 就是社民連三子 就再加張宇 因為張宇 就不是用你的角度去看 是 強積金是搶了我們的錢 他就這樣說 強積金就是搶我們老闆的錢 其實有 譬如我們說 那時候 港主澳大喬那個環評 就是最初 最初 不是說公民黨介入之前 就是他們那時候 找了個阿婆去做 這個學生復活之前 其實都是 絕大多數都是 社民連是什麼都反對的 所以那些人 那些人說 你們有什麼做什麼 就是你們掩著眼 什麼都反對 就是你們做的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你的旗幟怎樣聲明 你都是很快淹沒了 在那些議會的絕大多數裡面 這個也是 我後期 越來越批判泛民的地方 就是 他們會覺得 相比起不停投反對票 我們進去跟那些官員 或者跟那些委員會 又傾又債 我們把一些比較有利的條件 好過你只反對 什麼都做不到 就是那個路線的分歧 亦都是令到 喂 慢慢 毓民或者社民連 都覺得 喂 我們是沒有辦法改變這件事 他們就反而正在做事 因為他們在圍內談了事情 談好數 有些事情是爭取了 好了 所以去到中段 就是這個任期 當然 之前有發生過 夏韶聲事件 不過他就不太關議會事 可能不太詳細說 但是你也看到 埋下了一個伏線 就是 開始有些年輕人 他不喜歡動文那種 因為很自然 在我角度來說 因為動文是最激烈的 他當然不會問其他人意見 因為他覺得 問完我就做不到那些事情 我當然要先做 但是他越做得多一些自把自為的事情 那你下面那些音樂就越來越不滿 其實夏韶聲事件 就是 夏韶聲幫社民連寫了一首歌 但是後來 那首歌叫什麼 《借一天》 《實行歌》 因為每次賣Radio都會播 都會播 然後夏韶聲 就去了文建聯的音樂會 演唱 然後有些社民連的人覺得 你出賣了我 背叛了 就上去罵 而動文其實是很江湖氣的人 他是我的兄弟 為什麼你會搞他 你搞他真的搞我 那時候就開始有一班社民連的會員 就說要炮打司令部 然後甚至乎後來就離開了社民連 我還記得那時候 其中一個最早是掀起反對黃毓民的事件 如果想收聽完整節目 可以訂閱《無神倫者的巴別塔》 或者《SOHO News》的指定計劃 我們這個系列會繼續更新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